一,人的心只容得下一定程度的绝望,汉年已经吸够了水,即使大海从他上面流过,也不能再给他增添一滴水了,维克多余过巴黎圣母院,二这是黄昏的太阳,我们却把他当成了黎明的曙光,维克多余过巴黎圣母院。 三,一个独眼人和完全的瞎子比起来缺点更严重,因为他知道缺什么,维克多余过巴黎圣母院。 四,极端的痛苦,像极端的欢乐一样不能经久,因为他过于猛烈,维克多余过巴黎圣母院。 五,我从来不是那样的人,不能耐心的拾起一滴碎片,把它们凑合在一起,然后对自己说,这个修补好,来的东西跟新的完全一样,一样东西破碎了就是破碎了。 五,我宁愿记住他最好时的模样,而不想把它修补好,然后终生看着那些碎了的地方,密切尔飘。 六,不要为那些不愿在你身上花费时间的人而浪费你的时间,玛格丽特密切尔飘。 七,Later,Respectively Wonder and the Saffa Sarah,从此,各自飘零,各自悲哀,玛格丽特密切尔飘。 八,每个人的心底都有一座坟墓,是用来埋葬所爱的人的。 斯汤达红与黑,九,我的梦想,值得我本人去争取,我今天的生活,绝不是我昨天生活的冷淡抄袭。 斯汤达红与黑,深,每个人都会有缺陷,就像被上帝咬过的苹果,有的人缺陷比较大,正是因为上帝特别喜欢他的芬芳。 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。 十一,每人对你说不的时候,你是长不大的,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。 十二,假如你避免不了,就得去忍受,不能忍受生命中注定要忍受的事情,就是软弱和愚蠢的表现。 柏朗特简爱,十三,你以为我会无足轻重的留在这里吗?你以为我是一家没有感情的阶级人吗?你以为我贫穷,低微,不美,渺小,我就没有灵魂,没有心吗? 你想错了,我和你有一样多的灵魂,一样充实的心,如果上帝赐予我一点美,许多钱,我就要你难以离开我。 就像我现在难以离开你一样,我现在不是以社会生活和习俗,的准则和你说话,而是我的心灵同你的心灵讲话。 夏洛蒂伯朗特简爱,十四,我越是孤独,越是没有朋友,越是没有支持,我就越尊重我自己。 夏洛蒂伯朗特简爱,十五,要是爱你爱得少些,话就可以说得多些了。 夏洛蒂伯朗特简爱,十六,傲慢让别人无法来爱我,偏见让我无法去爱别人。 夏洛蒂伯朗特简爱,十七,要是他没有触断我的骄傲,我也很容易原谅他的骄傲。 夏洛蒂伯朗特简爱,十八,这爱的第一个征兆,在男孩身上是胆怯,在女孩身上是大胆。 如果悲惨事件,十九,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,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,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心灵。 如果悲惨事件,二十,释放无限光明的是人心,制造无边黑暗的也是人心,光明和黑暗交织着,死杀着。 这就是我们为之眷恋,而又万般无奈的人世间。 如果悲惨事件,二十一,实当的悲哀可以表示感情的深切,阔度的伤心却可以证明智慧的欠缺。 莎士比亚,罗密欧与朱利叶 二十二,没有受过伤的人,才会讥笑别人身上的伤痕。 莎士比亚,罗密欧与朱利叶 二十三,不要指着月亮起誓,它是变化无常的,每个月都有盈亏缘缺,你要是指着它起誓,也许你的爱情也会像它一样无常。 莎士比亚,罗密欧与朱利叶 二十四,记住该记住的,忘记该忘记的,改变能改变的,接受不能改变的。 Remember what should be remembered, and forget what should be forgotten, alter what is changeable, and accept what is mutable。 杰罗姆大卫赛林格,麦田里的守望者 二十五,一个不成熟男子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英勇地死去,一个成熟男子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卑贱地活着。 这地赛林格,麦田里的守望者 二十六,我愿意深深地扎入生活,顺尽生活的骨髓,锅的扎实,简单,把一切不属于生活的内容剔除得干净利落。 把生活逼到绝处,用最基本的形式,简单,简单,再简单,梭罗瓦尔登湖 二十七,最富有的时候,你的生活也是最贫穷的。 吹毛求疵的人,即便在天堂也能调出瑕疵,一个安心的人在哪都可以过自得其乐的生活,抱着振奋乐观的思想,如同居住在皇宫一般,再不找千辛万苦求心,无论衣服还是朋友,把旧的翻新。 回到他们中去,万事万物没有变,是我们在变。 苏罗瓦尔登湖 二十八,时间决定你会在生命中遇见谁? 你的心决定,你想要谁出现在你的生命里? 而你的行为决定最后谁能留下? 戴维苏罗瓦尔登湖 二十九,时间决定你会在生命中遇见谁? 你的心决定你想要谁出现在你的生命里,而你的行为决定最后谁能留下? 戴维苏罗瓦尔登湖 三十,一个人可以被毁灭,但不能被打扮,害您为老人于海。 三十一,我绝不会再像以前一样,把命运加给我们的一点不幸拿来反复取决念念不忘。 我要接受现实,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。 割得少年为特之烦恼 三十二,人最宝贵的是生命,生命对人来说只有一次。 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,当他回首往事时,不会因为陆陆无畏,许度年怀而悔恨,也不会因为为人卑恋,生活庸俗而愧疚。 奥斯特洛夫斯基,钢铁是怎样练成的? 三十三,人性的确如此,既倾心又爱怀疑,说他软弱他又很顽固,自己打不定主意,为别人做事却又很有决断。 萨克为名立场。 三十四,我要好好的活着,用心的活着,等到有一天上天把他欠我的全都还给我,卡夫卡变形计。 三十四,从现在起,我开始谨慎的选择我的生活,我不再轻易让自己迷失在各种诱惑里。 我心中已经听到来自远方的呼唤,再不需要回过头去关心身后的种种是废语议论。 我已无暇顾及过去,我要向前走。 你来昆德拉。 生命中不能承受知情。 三十五,难道你的人生,你的幸福,真的在余装出你没有的身份,花费你担负不起的金钱,浪费你宝贵的求学时光,去见识那个社会吗? 巴尔扎克高老头,对此各位汉哥怎么看,可以在评论区吐槽交流。 后语,希望大家在阅读后,顺便关注一下我,以致鼓励,坚持是一种信仰,专注是一种态度。 免责,本文主要内容及图片,归属原作者,如有,请联系我们及时删除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感谢观看